这个比赛日可谓是相当的刺激 魔术班切龙50分准三双率队取胜 约记棋狂砍40家打破球队不升困局 加篮34分证明自己保时骑士不败金身 当各路神仙都在打闲神通的时候 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 今年的壮业李萨谢和榜眼萨尔 终于迎来了他们生涯首次对决 刚才是不是听得热血沸腾的 以为这哥俩整个什么史诗级大战 反正这场比赛却是挺好看的 奇才三人20家大战老鹰6人得分上双 最终是客场挑战的奇才笑到了最后 以121比119带走了比赛的胜利 好消息是比赛真挺好看的 坏消息是比赛跟我们的状元狼和榜眼秀 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榜眼秀萨尔首发出战27分钟 11投3中狂砍7分 那边的李萨谢登场26分钟 8中1只拿到4分3篮板 反正几场球下来 李萨谢场均7.2分2.5篮板1.0助攻 萨尔则是交出了7分6.7篮板的大卷 这水平咱也就不说谁强谁弱了 左右都是菜鸡虎拙 反正NBA这个选秀一直以来都有个说法 就是状元榜眼必有一水 就当詹姆斯2003白金一代来说 老詹就不提了 你别管喜不喜欢他 反正这人在球场他是真的猛 至于榜眼米迪西奇 这哥们可是利亚 安东尼 韦德等超级巨星 在2号位被选中的 结果12年下来 生涯也就是场均6加4的水平 退役以后他先是跑去打拳击 现在自己弄个农场当个红脖子 这日子也是美滋滋 再比如2016届新秀 状元本西蒙斯本来打得好好的 结果突然就成了现在混吃混喝的诈骗饭 反倒是榜眼英格拉姆 打出了明星级的水准 不过再怎么样 人家状元榜眼起码有一个厉害的 到了里撒歇 萨尔这哥俩 俩人一起拉裤子的倒是不多见 里撒歇号称超级射手 结果这投射能力也没看出有多好 那萨尔就别提了 下季联赛打得和布朗尼一个水平 这状元打榜眼能打得这么难看 估计NBA历史上 这哥俩也是头一遭了